一名19岁的女大学生在公寓遇害 凶手试图用火灾掩饰罪行 案件的调查过程一波三折 当真正的凶手浮出水面时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阿灵顿谋杀案 阿灵顿位于德克萨斯州东北部 是达拉斯沃斯堡阿灵顿都会区的一部分 距离州府奥斯汀约320公里 人口约40万人 阿灵顿是德州第七大 也是全美第50大城市 长期以来 阿灵顿一直是德克萨斯游骑冰棒球队的主场 随着美国保龄球大会 以及国际保龄球博物馆和名人堂搬迁至此 阿灵顿成为保龄球运动的世界总部 1994年4月7日凌晨3点多 阿灵顿消防局接到一通火警电话 拨打者称西梅菲尔德路附近的霍利公园公寓发生了火灾 接警后消防人员立刻赶赴了现场 当他们赶到时 火势已经开始蔓延并烧毁了八间公寓 经过数小时的奋力扑救 大火终于被扑灭 随后消防员进入公寓楼 试图查看是否有受困者 他们在二楼的一间公寓里 闻到了明显的汽油味 还发现了汽油倾倒的痕迹 这表明火灾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纵火 消防人员跟随着汽油燃烧的痕迹继续前进 在公寓的卧室里 他们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躺在床上 消防员立刻离开房间 并向阿灵顿警局报告了情况 很快警员托米勒诺和他的副手 以及法医专家便赶到了现场 在消防员的指引下 他们用尸布捂住口鼻一同进入了卧室 此时房间里还弥漫着烟雾 尸体也被严重烧伤 但大伙并没有将一切掩盖 托米看到一名女子仰卧在床上 她四肢成大字形打开 上身只有单薄的衣物 下身的内衣被推到了脚踝处 她的脸上有伤痕 胸部偏左处有一道深深的刺伤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这是一起为了掩饰凶案罪行而实施的纵火案 接着托米查看了公寓的其他地方 尽管大部分地方已被烧得面目全非 但托米还是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些 没被烧毁的文件 以及厨房水槽里有一把被烧焦的小刀 不过由于大火的原因 无法在小刀上找到指纹和其他线索 除此以外 托米没有在现场找到嫌疑人留下的其他踪迹 在勘察完现场后 警方将现场找到的物品 以及受害者的尸体 一起送往了法医实验室 做进一步检查 随后托米来到公寓楼下 这里聚集了很多公寓的住户 托米依次对住户们进行了询问 其中一位住户 同时也是火警拨打者的凯伦告诉托米 他在凌晨3点30分左右闻到烟味后醒来 当他走到客厅时 发现烟雾很浓 这才确定是发生了火灾 于是就拨打了火警电话 然后他走出门挨家挨户地敲门 让大家一起走楼梯下楼避难 在等待消防员赶到的过程中 住户们眼睁睁地看着火势不断蔓延 却无能为力 同时也庆幸自己 从火场里跑了出来躲过一劫 而在消防车很快便赶到了 海伦还提到一个细节 他注意到邻居米希的车停在停车场 但没有在楼下看见米希 通过对公寓房东的询问 以及对受害者牙科记录的查询 警方很快确认了受害者是德克萨斯大学的女大学生 米希·格鲁伯 为了了解更多关于米希的信息 以及向米希家属告知情况 托米来到米希母亲所居住的卡尔德威 这里距离阿灵顿约300公里 当托米将这一噩耗告诉米希的母亲帕蒂时 帕蒂悲痛欲绝 掩面而泣 甚至暂时无法与托米交流 这让同样有着女儿的托米感到万分难过 帕蒂在情绪稍微平复后 与托米进行了交谈 在这一过程中 托米了解到 受害者米希·格鲁伯 出生于1974年4月26日 当时19岁 她是一个诚实纯洁的女孩 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米希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 对待人和事都善恶分明 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 她虽然能力有限 但总是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此外 米希的学习成绩优异 还积极参加学校的乐队 她擅长演奏管乐器 在进入德克萨斯大学后 还曾获得过奖学金 米希非常懂事 为了不给母亲增加经济负担 她选择勤工俭学 有时还会同时从事多份兼职工作 贴补家用 原本米希应该有一个姐姐谢丽尔 但谢丽尔在出生当天就夭折了 因此帕蒂非常疼爱米希 另一方面 帕蒂和丈夫托尼很早就离婚了 是帕蒂一个人将米希抚养长大的 母女两人的感情非常好 即使米希工作到很晚 她也会打电话给母亲 帕蒂无法想象有谁会不喜欢米希 更不用说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对待她 帕蒂还告诉托米米希在遇害当天下班后 还打过电话给她 当时已是深夜12点多了 根据火警调度中心提供的报警时间 大致可以推算出 米希是在凌晨12点多到3点30分之间的某个时间遇害的 托米还在调查中发现 在米希遇害的前一周 她曾向警方报过案 米希觉得她的社友兼同事查尔斯约翰逊 拿走了她存钱冠里的钱 金额为1500多美元 这是米希这个学期打了好几份工才攒下来的 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警方怀疑查尔斯可能与米希的遇害有关 于是警方便前往米希打工的地方了解情况 这是一家餐饮店 米希在这里从事送餐的工作 她的同事告诉警方 米希非常受欢迎 她经常在下班后与同事们聚餐 米希很乐于助人 当她得知同事查尔斯无家可归时 米希非常慷慨地让查尔斯搬到她所租住的公寓居住 甚至还帮查尔斯配了一把公寓的钥匙 方便她出入 同事们都觉得米希是个好人 但她的善良也可能被人利用 果然没几天 米希就发现自己的存钱冠里的钱和查尔斯一起不见了 于是她选择了报警 警方随即对查尔斯进行了指控 在托米看来 这可能就是查尔斯的作案动机 她想报复米希报了警 但是要找到一个无家可归 居无定所的人并非易事 与此同时 米希的验尸报告出来了 报告显示 米希的肺部没有吸入烟雾 血液化验也没有发现 一氧化碳含量过高 这说明她在火灾发生前就已经死亡 米希的左眼角有瘀伤 眉脊也有一处伤痕 这是用拳头或其他物体击打所造成的伤害 米希的死因是左胸的刺伤 看起来凶手试图刺中心脏 却刺伤了米希的左肺 法医还对米希进行了侵犯测试 测试结果为米希曾遭到侵犯 虽然尸体受伤严重 难以获得更多线索 但米希体内嫌疑人的体液被完好的保留下来 托米和其他调查员经过讨论决定 暂时不公开米希被侵犯的事实 另外警方从公寓收集的文件中 发现了几封米希的私人信件 其中的一封信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发现人名叫伊万维亚 信中伊万使用了很多缩写和特殊的字幕 这说明伊万和米希应该互相熟悉 从信的内容看 两人关系比较亲密 伊万想和米希进一步发展 而米希则恪守原则 希望在婚前能保持纯洁 因此一再拒绝伊万的要求 随后警方对伊万进行了调查 令人震惊的是伊万曾是一名性犯罪者 这让警方觉得伊万同样也有犯罪动机 在米希遇害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4月10日 伊万被带到警局接受询问 伊万告诉托米 他以前确实犯过错误 但这一次他对米希是真心的 并是以结婚为目的与米希交往 伊万还表示 米希遇害的当晚他独自在家睡觉 然而伊万的前科 令托米对他的话有所怀疑 当托米询问伊万是否愿意提供DNA样本时 伊万没有拒绝 在1994年 DNA技术还不发达 进行DNA检测需要4到6周的时间 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 继续拘留伊万 在采集完生物样本后 伊万被释放了 在等待DNA检测结果的过程中 寻找米希的室友兼同事查尔斯的工作还在继续 此外警方通过米希在餐饮店的同事处了解到 之前餐饮店还有一个叫杰夫史密斯的同事 脾气有点暴躁 米希因为工作的事情曾举报过他 并对他造成了影响 杰夫曾威胁过米希要杀了他 随后耿直的米希把此事告诉了经理 几周后杰夫被餐饮店开除了 这是一条新的线索 为了不打草惊蛇 托米通过餐厅的同事找到了杰夫的女友克里斯汀沃勒 托米发现克里斯汀在来到询问室的时候有些紧张 克里斯汀告诉托米 他和杰夫住在一起已经一段时间了 杰夫的脾气暴躁反复无常 他觉得跟杰夫在一起不太安全 因此打算搬回丹顿的父母家居住 在交谈过程中 托米感觉到克里斯汀似乎没有说出知道的一切 当托米进一步询问他是否有所隐瞒时 克里斯汀犹豫片刻后表示 他有些怀疑杰夫可能就是杀害米希的凶手 因为在米希遇害当晚 杰夫整晚都没有回来 克里斯汀也曾听说过杰夫和米希有过节 当他得知米希遇害后 他认为杰夫有很大的嫌疑 这才是他搬家的真正原因 克里斯汀将杰夫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托米 在结束询问后 托米给杰夫打了电话 有些意外的是杰夫非常合作 他很快来到警局接受询问 在询问过程中 杰夫面带微笑 他有些若无其事 并坚称他与米希的遇害无关 当托米询问杰夫和米希的关系时 杰夫说米希被他迷住了 是米希对他过度的迷恋造成了冲突 这也间接导致了他和女友克里斯汀的矛盾 杰夫并不知道克里斯汀已经告诉托米 是因为他害怕甚至怀疑杰夫是凶手才搬走的 看得出杰夫有些傲慢和自恋 杰夫还告诉托米 米希被害的当晚 他和女友克里斯汀在一起 而这和克里斯汀的说法相矛盾 当托米质疑他的不在场证明时 杰夫没有做出解释 他的种种行为令人怀疑 因此托米询问杰夫 是否愿意提供DNA样本 杰夫同意了 第二天 托米接到克里斯汀的电话 他告诉托米 杰夫在当天早上 强行把他从父母家带走 然后开车回到了他们之前的公寓 杰夫心神不宁地抱着他 在公寓里待了八个小时 当时克里斯汀非常害怕 因为杰夫威胁他说 如果他离开就会杀了他 直到当天傍晚 杰夫才放走了克里斯汀 在确认安全后 克里斯汀拨打了托米的电话 基于杰夫的行为 以及他在警局时撒谎 杰夫的嫌疑越来越大 因此警方因杰夫涉嫌绑架和谋杀罪 对其进行追捕 但此时的杰夫已不见踪影 当晚警局通过各大媒体节目 在全州范围内发出通告 告知民众杰夫的危险性 周警也和阿灵顿警局通力合作 全力追捕杰夫 就在此时 法医实验室传来了新的消息 法医专家通过比对确认 伊万和杰夫的生物样本 均与嫌疑人的DNA分型不匹配 因此两人的嫌疑被排除 这一结果出乎了警方的意料 到目前为止 查尔斯约翰逊成为 米西谋杀案的唯一嫌疑人 但警方始终无法找到查尔斯 这让案件陷入了僵局 正当警方相信 只要找到查尔斯 这个案件就有可能解决时 情况发生了转变 在米西被害一个月后 托米接到一个电话 来电者正是米西的母亲帕蒂 帕蒂告诉托米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觉得有些可疑 那就是在米西被害前几天 曾在电话里告诉他 那天他和一个叫路易斯的 已婚男子玩起了小孩子的游戏 枕头大战 米西觉得很好玩 路易斯是米西打工餐饮店的厨师 他和米西住在同一个社区 米西当时在路易斯家当保姆 算是另一份兼职 大帝说 路易斯肯定和米西很熟 或许会知道些什么 而托米对这件事则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一名已婚男子和年轻女孩 玩枕头大战有点奇怪 随后托米来到路易斯工作的餐饮店 值班经理接待了他 并告诉托米 路易斯当天刚好轮休 接着经理向托米描述了路易斯的情况 路易斯是餐饮店的模范员工 他是一名退伍军人 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路易斯还曾阻止过一次抢劫 餐饮店对他的英勇行为给予了嘉奖 托米还询问了厨房的其他员工 他们都对路易斯评价很高 其中一名帮厨说 路易斯对米西的遇害愤愤不平 还说一定要抓到侵犯并杀害了米西的小子 托米非常清楚 米西曾遭到侵犯的事 警方从来没有公开过 那路易斯又是如何知道的 这一细节是路易斯成为了嫌疑人 很快托米找到了路易斯 并对他进行了询问 路易斯穿着整洁 看起来很有礼貌和教养 他告诉托米 米西算是他的同事 但他在厨房工作 而米西则是个送餐员 平时很少见面 只有在聚餐时才会聊几句 他对米西的印象很好 米西还当过他孩子的保姆 托米告诉路易斯 之前通过DNA分行检测 排除了两名嫌疑人 并希望路易斯也可以提供生物样本 路易斯听完脸色有些难看 他疑惑地问道 现场不是都烧毁了吗 托米说并没有 法医实验室找到了重要的证据 路易斯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变化 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并且不愿意回答任何问题 他提出要离开警局 离开前托米再次问他是否愿意提供生物样本 路易斯还是没有回答 只是一直在重复一句话 我要离开这里 周一再来 尽管他的行为很异常 但警方确实没有合理地拘留他的理由 只得释放了路易斯 然而到了周一 路易斯并没有出现 当天晚上托米给路易斯打了电话 他说周二会给托米回复 然后又推到了周三 从周三以后 路易斯就再也没有路过面 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于是托米打电话给餐饮店 餐饮店经理告诉托米 路易斯的妻子珍妮特打来电话请假 说路易斯要离开小镇一段时间 为了以防万一 托米来到路易斯的住所 但路易斯不在家 托米与珍妮特进行了交谈 珍妮特说 他和路易斯结婚已经有两年多了 婚后不久 他们就有了第一个孩子 现在他又怀有七个月的身孕 他们是在半年前搬进霍利公园公寓的 珍妮特还说 米西是个称职的保姆 他善良诚实 他和丈夫都很喜欢米西 随后托米切入正题 询问米西被害当晚 路易斯的行踪 珍妮特说 路易斯当晚十点三十分左右下班 下班之后和同事们聚餐喝了几杯 他大约是在凌晨十二点回到家的 回来之后没多久 他又出门了 大约两个小时后 路易斯又回到了家 但他洗了个澡后 又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他又再次回家 也就是说 路易斯在下班回家后 出过两次门 珍妮特记得 路易斯第二次回家的时候 他被丈夫的咳嗽声吵醒 并闻到了一股烟味 路易斯的解释是 他出门慢跑 然后看到一间公寓起火了 他赶紧进去看看 发现床上躺的是米西 他试图为米西做人工呼吸 但烟雾太大 他离开了房间 托米感到很奇怪 他们在事发后 没有拨打报警电话 这是难以理解的 就算是陌生人 应该也会报警 珍妮特说 当时他并没有多想 他认为警方会处理的 随后托米搜查了路易斯的家 路易斯家所住的公寓楼 距离米西的家很近 托米在搜查过程中 找到了路易斯服役时的身份牌 从身份牌可以查询他的血型 与米西体内发现体液的血型一致 此外托米还找到了一些毛发 和其他生物样本 经过检测确认 这些样本 同样和嫌疑人的生物样本相匹配 现在路易斯阿罗约 成为了最重要的嫌疑人 而此时他早已逃离了阿灵顿 托米申请了逮捕令 并通过媒体公布了这一信息 第二天警方就获得了新的线索 路易斯的车在圣安东尼奥被发现 被发现时 车辆已经是被烧毁的状态 托米再次找到珍妮特 他觉得珍妮特可能知道路易斯的下落 珍妮特一开始很紧张 也很戒备 但当托米告诉他 米西曾被侵犯时 珍妮特不可置信地看着托米 他看上去很生气 也很难过 珍妮特沉默良久之后 决定不再隐瞒 他说出了路易斯在圣安东尼奥的藏身地点 当圣安东尼奥警局的警员 进入藏身地点的时候 路易斯没有反抗 路易斯阿罗约因涉嫌谋杀米西而被逮捕 托米赶往圣安东尼奥 当面对路易斯进行了审问 当时的路易斯精神有些恍惚 他在审讯室里走来走去 还会倒在地上像婴儿一样蜷缩着哭成一团 路易斯有些语无伦次 他不承认侵犯了米西 他认为那是双方自愿的 路易斯说他记得拿了一把小刀 可能是伤害了米西 但他也不承认纵火 根据路易斯的口供 警方大致还原了事件经过 案发当晚路易斯喝了酒 他想到平时和米西相处得很愉快 于是决定去米西的家 路易斯本想说服米西与他发生关系 可是米西言辞拒绝了 这激怒了路易斯 他伤害并侵犯了米西 最后杀害了米西 为了销毁证据 路易斯决定放火烧了公寓 在路易斯等待审判期间 之前两名嫌疑人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 查尔斯约翰逊终于被找到 案发时他不在阿灵顿小镇 他与凶案无关 查尔斯只因之前的盗窃罪被逮捕 杰弗史密斯则因绑架女友克里斯汀被逮捕 最终被判处四年监禁 整起凶案看起来脉络清晰 警方也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但整个起诉和庭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97年1月9日 针对路易斯阿罗约的审判 在塔兰特县法院进行 辩方对生物样本的获取过程是否合法 提出了质疑 并且被告最终被警方找到 是因为被告的妻子提供了重要证据 在德克萨斯州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为其配偶作证或指证其配偶 只有极少数情况除外 这也成了辩方抗辩的理由 尽管如此 陪审团还是做出了一致的裁决 路易斯阿罗约的一级谋杀罪 罪名成立 他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一起凶案的破获 看起来像是一次胜利 然而这无法治愈受害者家人失去亲人的痛苦 米西格鲁伯被安葬在德克萨斯州 塔兰特沃斯堡劳雷尔纪念公园 他的母亲帕特经常去看望他